第十九屆杭州亞運 國內高度關注的棒球代表隊 今天正式啟程出發杭州 中華資棒大家長蔡其昌會長 也特地親自前往桃園機上 送上加菜金 並祝福這間號稱戰力最強的中華隊 在亞運殿堂一切順利 這一次我其實還蠻有信心的 我相信這一次我們把 這個旅外的這些年輕好手 包括中子的好手 還有業餘的好手 組成最強的國家隊 那我希望就是不要讓選手有壓力 就是讓他們輕鬆去打 然後把他們該有的實力表現出來 這樣就好 教練無私嫌 期許選手放寬心大展身手 也不畏懼同號假象 離韓國的賽前輕鬆 至於選手們 不管是旅外邦 中職邦 或者是業餘邦 都已經準備就緒踏上征途 甚至本屆亞運擔崗隊長的 最強銀行員吳神崩 還特地將手機殼 換成中華隊logo樣式 希望自己以及球隊 搭出優異表現 蠻喜歡這個藍天的logo 加上自己國家 所以就讓他知道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選手 目標就是金牌 那其實這些年輕小將 大家們都準備要來躲金的氣勢都很高 那我們就是一場一場把它打好 我想法就是可以盡情享受壓力 然後享受比賽是一件很好 很好 很好的事情這樣 既然將軍保密了 那我要跟著保密 真的嗎 你不透露一點嗎 但說真的 我也還沒有交任何消息 由吳思賢教練領軍 加上二十四名國內外棒球豪手 前進亞運 目標獨下自二零零六年度華亞運之後 虧違十七年的棒球金牌 分戰比一組的中華隊 也將在十月一號 和資格賽第一名的隊伍交手 並在隔日上演萬眾矚目的台韓大戰 眾志誠誠方向一致 奪冠摘金勢在必行 謝謝球迷一來的支持 那我們就是會替國家爭光 然後拿回金牌 請你們準時收看我們的轉播比賽 然後為中華隊加油 祝中華隊可以在這次賽會有很好的成績 但是要看未來體育台 未來體育台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